520的部分現在很關心的是我們要出行 那天是有另外一個行程 但如果那天沒去的話 很有可能會是六度裡面唯一沒去的手 每個人在行程的安排上 就算有所不同 不管時間 許可依惑 能不能參加 我們對政府新的團隊 我們都給予祝福跟高度的期待 最重要的其實我從頭到尾態度都不變 所以我在第一個時間在選舉結束以後 就立刻打電話給耐總統 祝福跟恭喜 面對未來我們都是要合作團隊一心 用實際的行動 心力除弊 做出人民 為國家做出最好的貢獻的態度 跟做事的方式 至於除了我們用這個方式努力 去做事以外 那下個禮拜 我們5月23號 也剛好是新內閣的第一次開會 那新內閣第一次開會 我也會去參加 就整個內閣有一些相關的事項 大家一起共同來關心 人民所關心的不管是民生的議題 治安的議題 其他議題我們都可以做好充分的溝通 意見的交換 請問市長下周一會參加520就職典禮嗎 對於總統就職的邀請呢 我一向都是表示禮貌跟尊重 所以上一屆 上一任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典禮 我有親自參加 那這一任賴清德總統呢 我也會親自參加 不過呢 因為總統就職的那天不是假日 剛好碰到禮拜一 那也是台中市議會 第一天進行總質詢 所以有四位議員 我要特別感謝 那轉我的假去參加總統的就職 包括張靜芬議員 朱暖英議員 林必修議員 以及楊啟邦議員 特別謝謝他們 那我建議 其實也不只是 我有碰到這樣的一些問題 像我知道桃園等等 還有幾個縣市 都有在進行總質詢當中 我建議 我建議這個總統就職小組 應該跟這些議員表示 謝謝 謝謝他們願意放行 讓我們能夠去參加就職典禮 有人批評蘭怡目前 吉諾寧漢 將副院長同意出席 520奏職典禮 請問市長怎麼看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每個人會有自己的行程 那尤其這段時間呢 受邀的人多半是他有他的本質 很重要的工作 在進行當中 那今年呢 因為就職典禮的發的 這個邀請函的時間 比較晚一點點 那也許有些人 他的工作已經安排妥當了 或者是沒有辦法更動 那究竟像我這樣子 能夠請假成功的 也未必每一個人 都能夠獲得請假成功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 我相信大家 祝福的心都會有 那但是不應該去做比較 也不要去批評 那因為這個就是每個人 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上的 一個考慮 這個要不要參加 520的賴清德舊子大典 這個並沒有說 國民黨要團進團出啊 沒有這樣子的齁 每一個這個縣市首長 還有立委們 他有自己的一個行程要走 像我們下個禮拜一 520 我們還在立法院來開會啊 是不是 你說會都不開 你跑去參加 這個東西我們在這裡要開會 我們的職責就是開會 那其他的縣市首長 這個六都的市長 他們自己的行程的安排 他要去不去 我想都尊重 每一位的這些 我們的先進們 然後 包括主席要不要去 也都尊重 他自己考量 那主席是不是收到520邀請看 那您會去嗎 因為盧秀英跟江議長他們 陸續表達他們會去 好像跟黨團這邊不太同調 那黨中央好像就是有人說 您的出席與否 關鍵日期在就是5月17啊 我們上個禮拜五下班的時候已經收到了 那謝謝總統府的邀請 我再一次強調朝野的合作不會取決於是否參加典禮 真正的關鍵重點是不是有誠心讓台灣的政治走向良性的循環 還是要惡意的毀滅 那從1月13號到今天正好滿四個月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完全發動的是戰狼式毀滅式的戰法 不管要摧毀我用提告罷免的威脅方式來對付我們的這些縣市長 我覺得再一次的呼籲賴清德主席 你作為執政黨的主席即將就任總統 請用正面的方式向上提升的方式 讓台灣的政治能夠向上提升 不要再用這樣毀滅式的為了一黨之師 國民黨這幾個禮拜都不斷地釋出善意 不管我們提出來的國家安全戰略法 或者是這些民生重要法案 或者是針對能源政策 或是針對反廢史 每一項都是基於國家利益 基於全民的主張 我們希望民進黨能夠展開心胸 只要民進黨願意展開心胸 我想不只朱立倫 大家都願意來慶賀賴清德就任 如果民進黨今天不展開心胸 再繼續的惡意的摧毀 可以杯葛甚至提告或者罷免 我相信今天就算誰去了 都沒有辦法讓我們朝野和解 所以我拜託也呼籲民進黨 呼籲賴清德主席 用正面的方式來回應社會的期待 主席剛剛說良性循環所以是會去嗎 我再一次強調這四個月來 我們看到的都是惡意的攻擊 戰狼式的攻擊 毀滅式的攻擊 甚至不斷的用司法 或用罷免的方式 或用各種惡意的攻擊的方式 來面對國民黨 我希望賴清德主席你可以講幾句話吧 剛才有提到說中華民國是國民黨創建的 特別提到這件事情 那包括過去陳水平總統 蔡英文總統 他們就任之前都有跟在野黨的主席來做拜會 那這一次賴清德四個月都沒有 被說是打破24年的慣例 那會覺得光這件事情上面就很沒有誠意 我還是用最大的誠意 最大的耐心 國民黨願意讓中華民國更好 國家的目標 國家的利益超過一切 但是不能夠用摧毀在野黨 用毀滅式的戰法 用戰狼式的戰法 用提告或者是用司法迫害 用罷免的方式來對付我們的立法委員 對付我們的縣市長 今天我們全面性的希望中華民國更好 大家都願意讓台灣走向一個良善的政治 而民進黨是唯獨目前還是走的過去八年來的戰狼式的 惡意攻擊的或者是全面獨霸的一個政黨政治 我想這不是台灣之府 柯建民說藍白要在520之後 讓賴清德寸步難行主席 有這麼認為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不會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我想民進黨派出這位總召 用所謂的人肉炸彈毀滅式的 或者是每一天 讓社會看到國會的這個向下沉淪 或者是國會做出來的這些 讓人不可自信的一些語言或做法 這絕對不是台灣民主之福 520的時候 綠營是批評說藍營首長都不出席 是不是因為政黨關係大可不必 昨天我在議會就已經說明 因為當天確實都已經有施政的行程 所以沒辦法前往 當然對於新政府一眾都很高的期待 也祝福今天的賴憑總統 520那一天是禮拜一 禮拜一那一天沒有放假 全國國人都沒有放假 全國國人那一天也都必須要上班 立法院禮拜一那一天也都有委員會在進行 所以黨團也一致認為 我們既然身為中央民意代表 在立法院做相關的公務 比什麼都加重要 肩負選民的責任 我們在每一天都必須要 兢兢兢兢兢的 在立法院做相關公務 也因此我們確實 520那一天我們會持續 在立法院做相關公務的一個進行